大家好 我是普雷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彦文 我们公司是在2016年的时候设立的 公司营运的方向是血液细胞的过滤器的发展 透过我们核心的双离子技术 这是一个在中原大学伯末中心所开发出来的技术 后来我们发现它可以应用到各种细胞分离的材料上面 那就定义了一个白血球过滤器的医疗器材的产品 一路从研发开始募集资金 到最后在2022年的时候登陆新贵 2021年底 2022年初 那现在在准备要往IPO的方向再进行 产品开发和验证其实我觉得现在 美国太空总署那边所公告的这个TIL的工具 是一个蛮好的来去定义产品开发的每一个阶段 尤其是从这个学研的成果到实际应用 它每一个阶段所要达成的方向 那TIL可以分成9个等级 那1到3比较像是在实验室的阶段 你怎么去定义 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找出潜在的应用 那4到6像是说在市场跟筹新品的阶段 那最后就是要给客户在真实的场域做这个实际的应用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 其实网路上有蛮多的资讯 关于这个TIL的分类分级的标准 其实它现在都定义的蛮好的 那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也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评量 那主要的话是你在实验室验证的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 可能是是这个 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跟在真实领域的时候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可重复实现性 以前我们在实验室在做的时候 像我们最早以我们公司为例 在抓白雪球的时候 我只要10次里面可能有一两次出现这样的结果 那也不一定要真的很稳定 我们就觉得OK了 我想各位这个如果说从实验室出来的同学 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真的在生产量产之后 你必须每1万个甚至10万个产品出来的数据都要非常的一致 比如说你白雪球要抓到99%那就必须是99%不能说有的是95%有的是99.9% 你要很稳定 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研发阶段特别要注意的点 医疗器材跟这个产品的相关产品的开发 它牵涉的领域跟范围很广泛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一个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应该先去看说你自己 现在产品的成熟度在什么样的等级 其实我觉得这个 验证的这个 名词有点笼统 因为 要看你产品的属性 你若是一个系统 那个系统验证的方式 除了TIL之外其实可以参考这个ISO的标准 你应该先去看你的产品 你定义的这个 最终它要使用的 Intended Use 你要实施的范围 它会落在 你分类分级里面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等级 你符合的ISO标准是什么 另外有没有比对品 你有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可以作为参考 那我觉得 这一些都可以先来评量你要开发的产品 找到你的标准之后 再去对照你在 这个TIL上面的等级 你就可以 应该可以先把 这个分类分级 还有你的成熟度先定义出来 那 其实ISO里面 针对 特定产品 应该都会有一些标准 的验证方法可以来做参考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跟这个国研院 国家实验研究院那边有做过一些讨论 因为我们的产品跟塑胶领域类的 比较相似 它是一个耗材 还有这个仿仲所 那其实我觉得 因为塑胶中心也是GMP的集合单位嘛 他们有一些 还不错的这个计划 可以来协助 大家做讨论 像金属中心它也可以 从学研 到新创是一个 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过程 尤其我们自己在开发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对这个产品的 定义比较模糊 我觉得这一块是 大家要 比较注意的 就是说 我现在到底是要发展的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产品 那你的 你的方向的必须比较聚焦一点 去找到一个你的 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说你找到一个比对品 市场上有没有什么你的竞争对手 开发类似的产品 那 你就可以来 比较好的去定义 你现在的应用 他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给大家看 如果能够到这个地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